大家好,今天要解说的电影是《浴血江城》 1936年侵华日军进攻内蒙古西部的归隋地区 向国民党驻军的马加坡一带大举进攻 国民党某部四连的士兵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 但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最终全军覆没以失败告终 敌人又继续向陶城进发 为此驻守华北的副座义亲自调波军火支援陶城 为了顺利将这批军火送至部队 避免被土匪劫持或被日军拦截 赵县长听从国军命令配合工作 这批军火由新兵郝三负责安排押送 郊松阻塞 这趟古差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啊 县长和团总这么信得过我 我郝三也绝不是孬种 郝三带领队伍选择走山路 但还是遭遇土匪黄老飘的劫持 押送队伍到底不如土匪 无奈只能投降 但不服气的郝三正义凛然地对黄老飘说道 这些武器是用来抗战的 谁要敢抢劫 谁就是千古罪人 黄老飘却早已识破他的虚情假意 冷笑着说是不是军火一看便知 果然打开箱里面竟夹带着大批的烟土 面对赫赫铁证郝三也呆了 原来接应这批武器的军官 早已与赵县长串通 借送军火机会发财 被突破的郝三只能呆在原地 军火就这样被土匪成功劫走 驻守逃城的严思棚严旅长 得知军火被劫持后 愤怒又无奈 因为前方战是尸锦 只能暂时放过这群土匪 黄老飘是逃城有名的土匪 虽是贫苦出身 但从不祸害百姓 反而劫负济贫 因此手下人对他忠心耿耿 同时他们也有着极强的抗日情绪 公然抢劫日军物资 神出鬼目 令日军也大为头疼 这支队伍的实力不容小觑 所以各方势力都在争取收编黄老飘 此时国共尚未合作 但逃城的游击队队长和国民党旅长 都有一致抗日的想法 两人相谈甚患 在交谈时游击队长反馈了所结军火中 夹带烟土仪式 并也在游说土匪黄老飘那边归还军火 大家都是抗日 要精诚团结 一致对外 在核实了游击队长反馈情况属实之后 严旅长下达命令召集各将士开会 严旅长在会议上痛斥军商勾结 倒卖走私行为 全军将士应当同心抗敌 绝不能违反军纪 随后他亲自枪毙了在军火中夹带烟土的将领 事情败露后 赵县长顿感大事不妙 严旅长早晚会找他算账 而此时向民团司令大胡子 让赵县长找后路 劝他投靠日本人 其实大胡子已经是汉奸了 只是赵县长仍对做汉奸犹豫不定 另一边在游击队队长的游说下 黄老飘决定归还劫持的军火 景营长趁机向严旅长提议 收编黄老飘 严旅长也同意了他的建议 他命令景营长上山赵安 与此同时 日军也在试图利诱黄老飘 只要黄老飘效忠日本 多大的官职都可以 最终还是景营长杰族先登 他上山见到黄老飘 承诺让黄老飘一群人独立成营 归黄老飘指挥 全部换新式武器 甚至上次节的军火全都送给黄老飘 这样的条件令黄老飘喜出望外 为了兄弟们的长远发展 黄老飘答应了他的赵安 当时就与景营长煞血为盟 黄老飘和景营长欢欢喜喜告别 几天后 黄老飘带着几百个弟兄 兴高采烈地下山接受改编 严旅长亲自出马 在山下约定的地方迎接他们 就在黄老飘队伍到达时 两边突然出现很多国民党军人 手持重武器 此时土匪们都傻了眼 原来他们都上当了 景营长也不知何以 原来在严旅长眼里 土匪仍旧是扰乱一方的祸害 严四鹏 没想到你背信其义不相系 黄老飘 你劫持军火 破坏抗战 且多年盘踞山寨 扰乱地方的安宁 不除你黄匪 国无宁日 大哥 跟这些王八蛋没什么好说的 拼了 双方就这样淡情了下 而仍想 刺身河边的景营长 适合劝止双方武器 武器落后的途手 抵不过装备金营的格局 几乎全军覆灭 金胜黄老飘和一名手下 突破重温 趁乱逃脱 望着满地的尸体 景营长看到这一切 也大骂严旅长背信气 言语无信 这哪是脚匪 是大独伤 严旅长不解释 他认为脚匪就是他的兵权 失望透顶的景营长 不愿追随 看着严旅长轻松离去的背影 以及满地的尸体 绝望至极 愧疚地举枪自杀 脱险的黄老飘 发誓一定要为弟兄们报仇 最终他投奔了游击队 县长这边 汉奸大胡子还在劝详赵县长 赵县长虽然不是好人 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糊涂 即使在夫人的苦苦哀求下 也不愿做汉奸 最终大胡子枪杀了县长 代表权限向日本投降 这么一来 严旅长坚守的陶城成了一座孤城 几天后日军开始向陶城进攻 严旅长率兵出击 可是日后太过强悍 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形势十分危险 尤其队长老张说服黄老飘 暂时放下个人恩怨 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 逃成一旦失守 百姓将沦为王国怒 黄老飘被说服 同意跟随队长一起上战场 去支援严旅长 战场上敌人已经突破防线 国军伤亡惨重 严旅长面向战死的士兵 深深地进了一个礼 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与日后战斗到底 命令部队狠肯杀敌 哪怕全军互务 也要在死前多杀敌 此时老张霍红老飘 带着队伍赶来 爱国情绪高涨的士兵 满如潮水般涌上 跟着大部队 直接冲到敌人面前 与敌人展开搏斗 他们面对敌人毫不畏惧 有枪的用枪 有刀的用刀 没有武器的 就与敌人赤手相拨 战场上枪声厮杀声 惨叫声顿时四起 惨不忍睹 与旅长健壮 也带领手下冲进沙坎 在这场战斗中 有驻守此地的国民政府军队 有共产党游击队 有当地土匪 在这一刻 他们放下相互的敌视 团结一致 保家卫国 誓死抵抗 面对凶猛的敌人 前赴后继 终于领来 忠恨展示了中国人民面对外国 英勇无谓地兴致 黄老飘的兄弟 发挥倒下 红果子为掩护黄老飘 重担牺牲 黄老飘完全杀 最终死于敌人乱枪中 临死前 黄老飘狠狠地瞪了一眼眼旅长 英勇壮烈的黄老飘 让身负重伤的颜女长 汇足百分 越来越多的援军感 一起加入战斗 共同击退入军 1936年11月 扑作义将军取得百灵妙战役胜利 12月份又乘胜收复了百灵妙一动 另一战略要低